是这个啊 菊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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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开一下门吗 我们当面跟您解释一下 要解释这段沈蜜来 让她跟我道歉 并且在所有的媒体上 公开她的道歉信 沈总 菊姐 这样 那个 我是沈蜜的亲弟弟 我 带她向您道歉 再先骗她一下啊 行吗 菊姐 你怎么证明你是她弟弟 你看 我叫沈臣 我也姓沈 我也可以代表绿川跟您谈的 你看看 是 一群骗子 立川根本就没有沈臣 依我看啊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沈蜜出面道歉 我们一个大头鬼 这要是让绿川知道了 是因为我们医院 影响到他们的生育了 你猜 他会不会让沈蜜撤资 那真的是 辛辛苦苦四十年一朝 回到解饭间 您好 需要点什么 这个质量蛮好的 老板 我这个 菊姐 我们找过丁丁犬舍的废老板了 他想撇清关系 所以达死也不认这个事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但是您一定要相信我们 我们是真的没有爱相操作 对啊 你就把门开开 让我们进去 我们坐下 喝点茶 边喝边聊 行不行 你这样的话把事情搞这么大 你也表不到什么利益 我们也没什么好处 您非得闹得满城风雨的干什么 这事怎么这么多 我不得坐电梯啊 五层啊 大哥 你们跟我进来干什么 跟着你啊 不用你跟着 我去地下车库取车啊 取 取车 干嘛 我不想有车的 摸到车不是车 别别别 我们取完车马上就走 行 那就相信你一会儿 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如果你们敢回来 我们就立马报警 你 你还在这儿等着 你不就在这儿上班吗 你在这儿等着 我警告你俩啊 再回来我们就报警抓人了 我告诉你要不是刚才你拦着 我非抽他们俩 就嘴上能说 那嘴上力还就不错了 就剩六个小时了 这都十二点了 那怎么办 那还剩六个小时呢 来得及 来得及 路都没有来得及 非啊 那沈蜜在他肯定会说 来得及有办法 他要是有办法 我就把他 四个轮胎 四个轮子吃了 轮子来了 你怎么一会儿不在啊 天天开个小饭盒啊 我们俩被菊姐赶回来了 还剩六个小时了 怎么办 还剩六个小时 不还有时间吗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他就说 行了别闹了 这个文章呢 是菊姐三年前 发布到公众号上的 我昨天找了一晚上才找到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 这支编墓呢叫贝贝 和费老板卖给菊姐的那支 不管是从体型花色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菊姐把对以前那支编墓 所有的思念 全部都寄托在了 这支贝贝的身上 所以贝贝三年前已经死了 她花了三年的时间 找了一个替代品 她不希望她出任何问题 所以她从主观上呢 完全屏蔽了陈大夫的提醒 这也就是 确认偏误 没错 你偏什么误这不编墓吗 那怎么办 你就直接说啊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我们就是要照着这张图 找一支一模一样的贝贝 那一模一样的 骑着你小摩托慢点啊 你开着你的小扣枯 小era撞炸慢点啊 小棺材盒慢点啊 你快快寄倒下